928的雨傘運動 這五年 中國和香港政府 對香港人的打壓從未停止過 就好像剛剛兩天之前 美國學者Dan Garrett 被香港政府無理拒絕入境 Dan Garrett最近才在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 中國委員會發言 去關注香港人權民主法 他過去曾經多次出入境香港 都未受過阻撓 這些畫面是不是似曾相識 上年擔任香港外國記者會 副主席馬海 就被香港政府褫奪工作簽證 香港快和澳母沒有分別 喜歡不讓誰入境就不給 除了出入境自由 銅鑼灣書店事件 又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 去DQ有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議員 禁止民族黨運作 去到今天的送中條例 附帶警察的暴力 都不斷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 香港人在這場運動 站出來反抗這五年 這二十幾年的欺壓 又何罪之有呢 我們學生會在這場運動 並不是大台 而我們和其他香港人一樣 都在這場運動各思其正 而當中民間外交方面 我們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在九月頭開始 到訪不同的國家 包括去到澳洲 見當地的議員和政府官員 建議他們保護在澳洲的香港學生的安全 並適當的時候提供人道的援助 建議他們延遲和香港貿易協定的談判 直至香港政府接納民間五大訴求 也去到英國國會 呼籲他們為BNO的人士提供更多的權益和保障 和關注中英聯合清明 也去到歐洲出席聯合國的會議 和歐洲議會的會議 當然也去到美國 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 會見參眾兩院的議員 白宮官員 國務院的官員 介紹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說服對方去支持法案 同時成功爭取在法案裏面 剷除和平示威者 才可以得到美國簽證的字眼 這個意味著 示威者如果日後 受到香港過時的公安條例等等的案法去檢控的話 都不會影響他們申請美國的簽證 同時遊說他們不只是制裁 負責引渡去到中國大陸的個體或者官員 和引渡之後侵犯人權的人 同時要擴敷制裁和破壞中英聯合聲明 基本法 和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人 包括所有嚴重侵犯香港示威者的人權的政府官員 和警務人員 我們在這裏希望香港人平日可以不論在網上或者現實 可以多謝或者公開表揚幫助我們的外國人 我們所做的事並不是什麽勾建外國勢力 或者是刻求外國人要做些什麽 而是因為香港裏面有外國人 有外國利益 香港人同時也都和外國有共同的價值觀 所以才要結盟和他們stand together 他們的利益受到破壞的時候 身為持份者的他們 他們是有have a stake in this society 自然就可以在就香港的核心價值 受到破壞的時候發聲 和調整他們國家對香港的本土政策 而不是干預外國的內政等等這些廢話 長遠來說 香港一日沒有斟普選 沒有斟民主的話 香港的情況只會惡化下去 長遠地 香港要考慮取消香港 美國要考慮取消香港關係法 去阻止中國利用香港的獨特價值作為白手套 我們大專學界的學生會在未來的日子 會繼續努力進行我們的遊說工作 並會邀請外國人來到香港 親眼見證著中國和香港政府 會怎樣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 邀請他們和香港人交流 令他們清楚和關心香港的情況 我們大專學界的學生會 一定會一直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無論大家怎樣都好 都不要放棄 反送中運動只是一場戰役 而戰爭裏面是有很多的戰役的 爭取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大家要有長期的心理準備去奮鬥 去爭取我們的自由和民主價值 香港人加油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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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